大家好 我是白神木马人唐大叔 温哥华这个鬼天气呢 这个阴雨绵绵啊 到了11月份 所以呢 唐大叔呢 总是要这个看着天气去拍 闲着这个被关在室内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奇思妙想对吧 灵感迸发 如果想来想去呢 又不能出去拍 天气又不配合 所以呢 那唐大叔呢 重新捡起来自己的这个微单反 平时都用手机拍的 正好也玩玩摄影 在室内 看来这个光都打过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那顺便呢 想一想来个顺便 我想了很久啊 所以想到一个新环节 就来聊一些吉普的东西吧 对吧 很多很多话题都可以聊 所以呢 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 没有在外面拍摄的条件呢 我们就在室内聊聊天 希望还是这个通过一些唐大叔 开的这个话头 拥出大家一些一起的讨论 对吧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相信在聊着聊着过程里面 有一些人正在研究吉普 准备入手 有些人可能参与讨论的肯定是比唐大叔还要专业的 唐大叔呢也从来都不敢说自己是多专业 但是呢 首先我是一个吉普爱好者 再来的话呢 就是真是通过做这个视频 这个YouTube频道 和认识了很多全世界的好朋友 这个就是没想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再来的呢 当然我目前的这个工作还是吉普销售 我听说有一个东西叫一个 所有汽车品牌都有这个品牌专家吧 也就是说对这个品牌完全是滚瓜乱熟 然后可以代表这个品牌去 代表这个吉普品牌 对吧 去发言 所以唐大叔也在歪歪这个东西 当然我在这个吉普专家的道路上 才刚刚迈出了第一小步 所以呢 说了半天废话 这样的这个一个新的节目形式吧 我相信呢 会引出非常多的问题 这也是唐大叔非常希望得到的一个效果 因为呢 平时就有人加微信 全世界都有 但唐大叔毕竟只有这个24小时跟大家一样 有时候呢 希望一对一的去讲 但是讲着讲着确实实际 时间上面呢 可能就不允许了 那所以呢 来这个东西之后 像一个讨论的话题 每一次我会说几个话题 当然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开始有大家问了很多问题 我就可以把这些单独拿出来讲 然后引出更多的问题 大家不断讨论 其实吉普就是这样子一个文化 大家呢都是很愿意互相帮助 当然它是源自于这个去吉普越野的时候 自己也好朋友也好会遇到很多状况 无兄弟不越野吧对吧 一个人去肯定一台车一个人 有些情况出不来 深山野岭的会很麻烦 但是那一堆兄弟 那你就算车这个坏掉了 或者怎么样 那大家都会很无私的帮助你 认识的 刚认识的 认识很久的 或者怎么样 那很像一种这个军队里面的一种兄弟的感觉 当然还有姐妹 还有姊妹 姐妹 你是我的子 你是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anyways 所以呢这种 也是源自于这种越野的一个文化下面 所以现在呢 你也会发现在网上的这个社区 大家都非常愿意帮助 互相帮助 各个方面的问题吧 所以这里面呢 就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很多 那唐大叔呢 当然会通过自己专业的角度 还有一些这个行业内部的视角去看一些产品 好啊 吉普的一些特别车型的定位啊 或者一些实际的东西 可能经常客户问到的问题 那同时呢 就在等着大家跟我互动 有很多很多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类 然后做这种这种 专题吧 对吧 归类之后专题的 肯定有一些改装类的 有一些车型的选择上面 有一些使用上面的东西 那肯定有吐槽的 可能有些新闻八卦 或者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 好吧 所以呢 现在咱们就不用看天吃饭 天气好呢 咱们就跑到外面去欢乐的拍 如果天气不好呢 唐大叔呢 今天你看到 在地下室的这个 小酒吧这里 也摆开架式了 东西都摆好了 今天刚刚弄好 那以后呢 我们就慢慢聊吧 行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宣布一下 这个环节 然后呢 应该很快吧 唐大叔会做一些内容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慢慢互动了 留言 那如果还没订阅 唐大叔的频道呢 对吧 新环节也有了 旧的这个车型介绍 也是比较传统的节目 第一时间要看呢 记得要订阅 如果呢 觉得唐大叔看过一些视频 觉得不错呢 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觉得不咋地呢 一派胡言 千万 最好求求 你就不要点这个 差评一个这个东西了 好吧 不要那样子 尽量这样子 有什么不满意 给我留言 好吧 当然呢 如果是在这个BC省 或者温哥华地区的 喜欢吉普的朋友呢 找唐大叔 聊吉普买吉普 这个 每次都会说一句 带一句 当然了 今天的主角呢 还是咱们新环节的 这一个announcement 要做点特效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 我们很快又见面了 我是白石木马的唐大树 谢谢观看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